大家好 我是Tim哥 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經更新到iOS18.1了 但你知道更新完以後 有一些設定 你要記得去把它打開 而且打開以後你會覺得更好用 而且還可以保護你的隱私喔 最終訂閱3CTim哥生活日常 就是要和你分享3C大小事 好我們先從簡單的 這個其實它是18就有了 但是還是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你到設定 設定裡面有相機 點相機以後 點下去以後 你往下滑 有一個地方把它開啟 我現在是把它關掉 打開就這一個 拍照模式中有人像 這個開啟有個好處 就是說你有時候是用主相機在拍照 但是你沒有開啟人像模式 可是它拍完以後 可以套用人像效果 這要記得打開 我覺得很好用 好 再來 有一個地方 它在18.1 它也有更改了 這什麼你知道嗎 你也知道現在旁邊這個按鈕是什麼 動作按鈕 不是拍照控制按鈕 是動作按鈕 動作按鈕 你剛把按下去以後 可以看到這裡面 有新的 你有沒有看到 有什麼控制項目 捷徑 有沒有 輔助使用 這邊都有 還有一個無動作 尤其是捷徑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有設定捷徑可以用對不對 但是它這邊有新增一個 控制項目 就是你右上角滑下來的 這個控制項目 你可以從這邊來選擇 這也不錯喔 你看 按下去以後 這邊有非常多的控制項目 你可以自己選擇你想要的 其實我覺得這很棒耶 因為之前還沒有 那現在多了一個這個選項 其實也不錯 那有一些人 像Tim嫂是會加什麼 你知道嗎 Tim嫂是把翻譯放在這裡 所以選擇你想要的 再來就跟你的Apple帳號有關 一樣 點選你的帳號 就是最上面的頭像 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 這邊有個叫登錄與安全性 這裡把它點下去 然後點下去以後 你看喔 在最下面有個叫自動驗證 這裡 你要把它開啟 你看我現在是有開啟的 這開啟呢 其實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呢 會讓你更快速 存取很快速 另外有兩個地方你要設定 我們應該說三個地方 包含 第一個 你有沒有設定遺產聯絡人 我很久之前有教過 你們要設遺產聯絡人 這邊按下去以後 這邊你有沒有看到 我已經把Tim嫂加進來了 所以你要在這邊設定 遺產聯絡人 第二個 復原方法 也就是說你看 它上面有說 你忘記你的密碼 或裝置密碼 可以重取帳號跟資料 這非常重要 那這邊有兩個設定 復原聯絡人 這邊說你可以加入你復原聯絡人是誰啊 這邊你就自己把它加進來 還有一個 就是復原密鑰也是 這個你把它點下去以後 你看我要先Face ID進來 然後這邊呢 你看 復原密鑰是有28的資源組成的 那你這個要把它保管好 這邊你也要做設定 非常重要 最後一個 在最上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你的E-mail 你的E-mail是幹嘛 是綁定你的Apple帳號 但是現在可以修正 怎麼說呢 你可以修正你的主要聯絡地址 像我這邊上面有兩個E-mail對不對 好 假設我要設定下面這個以後 你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呢 這邊有沒有 它就可以呢 你可以更改地址郵件地址 或者是你把它設為主要聯絡地址 這邊你就可以去做設定 以前是不行的 一樣呢 在Apple帳號這邊 剛剛已經在登錄與安全性了對不對 下面呢 你有沒有看到 有個iCloud iCloud點進來 第一個 你要先把一個地方開啟 叫做什麼 私密傳送 這裡你有沒有看到 它在私密傳送 意思說 它會去隱藏的IP位置 這個其實是比較好的 就是說 今天有可能登錄一些網站或幹嘛 人家不一定會找到 你到底是不確定 你到底是在什麼位置上 這是比較好的 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下面 有個私密傳送這邊把它點下去 它呢 會隱藏你的IP位置 跟Safari的瀏覽 這是非常重要 把它打開 打開以後 你們有沒有看到 好 這邊 點進來 IP位置這裡 你就寫保持一般位置就好了 它這邊就有寫 這邊就會告訴你說 你用一般位置的話 接收本地內容 或者是 它可以加強你的隱私權的保護 這不錯 很棒吧 還有 繞回來 打開以後 這邊還有一個地方 你也要特別 它不是開 反而要關 在哪裡 這邊有個iCloud備份 好 被它點下去 好 你看我是關閉的 透過行動網路備份這邊 如果是開啟了 記得把它關掉 為什麼 如果你今天的網路不是吃到飽的話 你今天是不是把它打開 哇塞 它隨時隨時幫你iCloud備份 那你就 你的那個流量就這樣 一點一點都用完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記得把它關閉 唯一 今天這一集裡面要關閉的地方 那再來 既然都剛剛已經講到Safari瀏覽了 我們就來Safari 進來Safari 點下來以後 往下滑 這邊這幾個要把它開啟 你看我已經開啟了 防止跨網站追蹤 打開 需要FaceID的解鎖私密瀏覽 這邊你要把它打開 還有一個 詐騙網站警告這邊 也要把它打開 這幾個都把它打開 很重要喔 一定要開喔 下面有一個叫做 自動零件儲存 這裡呢 我個人覺得你是不用開啟 因為有些人是要開啟 我就覺得不用開 這幾個一定要開啟 特別重要 講到相片 相片是不是有垃圾桶 跟一些隱藏照片 那個地方你要用FaceID 才可以把它打開 在哪裡 在下面 使用FaceID這裡 必須使用FaceID 常檢視已隱藏 跟墜機刪除的相簿 這邊你要開啟 不然你就被人家看光光了 另外一個是 導演是不是常常用AirJob對不對 但你知道AirJob 它傳送檔案給你 它不是原始檔案 在這裡 相片 下面有一個 你要勾選 下面這個 保留原始檔 它就是用原始檔案大小傳給你 你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有寫說 你傳送到Mac或PC 甚至於AirJob給你 千萬到這裡 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個問題來了 導演 那如果你傳送到Android怎麼辦 沒傳過耶 有啦 如果你是傳送到Android的話 你可以下載Google Drive 然後你把你的照片 或影片傳到Google Drive上以後 分享連結 給那個Android的朋友 他就可以用了 這也是個方法 就是你跨平台 你可以用Google Drive 然後如果你是自己 就AirJob都是蘋果的話 因為我剛剛的方法 那記得把它勾到原始檔 這樣就好了 我們剛剛就講到AirJob對不對 那AirJob其實有個地方 也要來調整一下 在哪裡 設定一般 點下去以後 往下滑 這邊有個AirJob 點下去 這裡要開啟什麼 你看我這裡 將裝置互相靠近這一個 就是你可以互相用Share的方法 那這個我建議你把它開啟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是AirJob 像你看我現在目前勾選 是指線聯絡人 但如果有其他要傳給你的話 你可以勾開放所有人10分鐘 可是這個地方 你可以用右上角 往下滑的控制中心 那邊去做切換就好 然後甚至你可以關閉接收就是你 你不想要熟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做設定 第二個地方 繞回來 AirPlay與接續互通 這裡你把它點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你有沒有都開啟 有幾個地方要開啟 第一個接力就是HandsOff這裡 你要把它開啟 還有一個就是互通 連接相機這個 就是說當你的iPhone跟Mac 靠近的時候 iPhone可以變成Mac的攝影機 這也很好用對不對 把它開啟 這兩個地方 還有一個地方 一樣在一般 這邊有個叫自動填寫與密碼 這裡你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是你自動填寫來源 你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用兩個 一個就是蘋果內建的密碼App 第二個是我用Google 但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在最下面有一個叫做 自動刪除訊息與郵件使用的驗證碼 這裡 你可以開跟可以不開 我個人是把它開啟 就是因為你已經用了驗證碼 就可以把它丟了 所以這邊你要把它開啟 另外其他填寫來源的部分 你有沒有看到我上面有其他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到我是把它關閉的 因為最後我覺得讓它簡單一點 你們這樣子比較好挑選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好 再來我們到設定一般裡面的訊息 剪下去以後 有一個地方它們開啟 往下滑 這邊有個通知我把它開啟 你開這個意思是什麼你知道嗎 今天比如說你是靜音的 就是你放在那邊不動的 但是呢 如果你剛好有人訊息有提到你的時候 它還是會傳送這個通知 就是你在用訊息的時候 比較不會被中斷掉 這個地方把它開啟比較重要 另外一個地方 訊息就這邊我建議你點下來 你看包存訊息30天或一年 會永久穿出比較舊的訊息 有一些訊息你真的覺得很多東西 你覺得是垃圾 不想要留那麼久 那我建議呢 像我現在勾永久 像永久刪除一年前的訊息 你就確認一下一年前的訊息 或者是30天以前的訊息 是都沒有重要的 老實說了沒有 就勾刪掉了 刪除再就是訊息 你們看它就切過來了 我建議你訊息最多留一年就好 好 再來呢 大家是不是也很常用Siri嘛對不對 那一樣你到設定裡面的輔助使用 然後你往下滑 我們等一下應該有幾個都在輔助使用 我們先講Siri 我覺得很有趣 來這邊Siri把它點下去 下去以後呢導演你有沒有發覺 你有時候在跟Siri聊天講一講 你可能突然好像沒講完 你要思考一下繼續講對不對 可是我說Siri的那個預設值的 那個時間就一下就過了 你是不是覺得你就沒講完 這個時候Siri暫停時間 我建議你就可以勾一個叫長 或最長 最長就是你中間斷了沒關係 反正他會繼續聽你要講什麼 好 你這邊可以自己勾取他的暫停時間 如果你是一般的tempo的話 你可以用預設值 或叫長也OK 好 再來另外一個呢 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剛剛很重要就是 你今天有沒有看到 那永遠聆聽Siri這邊可以把它打開 就是說 iPhone螢幕朝下 或蓋上去的時候呢 一樣你可以呼喊他 他還是有聽到你在叫他 就可以把他叫醒 另外一個呢 是時候你有沒有覺得說 Siri呢 你在講一些你要的內容 可他是不是講的露露燈 對不對 他講得很長 可是你想要打斷他怎麼辦 把它打開 你就可以打斷他 你就喊個Siri就可以把它打斷了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通話掛斷這裡 你知道有些人不是打電話給你嗎 比如說銀行或什麼 講的是不是超久 但你也可以透過Siri 幫你把電話掛斷 怎樣你知道嗎 通話掛斷這裡 現在關閉了 我把它點下去 然後這邊把它打開 打開以後呢 你看喔 如果你是用電話或FaceTime 你就跟他講說 Face Siri 然後Pen Up 就是把電話掛掉 他就會把你把它掛掉了 這很棒 你讓Siri幫你處理事情 還在服務使用 服務使用裡面呢 動態效果 點下去以後呢 這邊 有沒有看到 自動播放動畫是影像 我這邊開啟 還有一個要把它開啟 自動播放訊息效果 這邊你可以把它開啟 那這個呢 就是說如果你在訊息裡面 有影片啊 這些啊 他就可以自動去播放 那繞回來 還有一個呢 再觸控這裡 把它點下去 有兩個地方也要開啟 包含呢 哪一個你知道嗎 點一下 或滑動來喚醒 就是說你有時候螢幕啊 你可能放的時候 你可以點一下 就把它喚醒 這也不錯 還有一個呢 是防止側邊按鈕 被用來結束通話 你有沒有這個情形 這個要把它打開 我曾經跟Tim嫂在講話 結果呢 我就誤觸側邊按鈕 結果電話就結束了 你知道 我就被Tim嫂罵了 十分可憐 這邊 特別記住 其實在觸控這邊 有一個東西我沒有講 但是裡面也可以來使用 就是在背後輕點的部分 這是很久之前就有了 但是我還是在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在背後輕點啊 開啟有沒有 把它點下去 這邊有點兩下跟點三下 你看我點三下就是鎖定螢幕嘛 點兩下你也可以選一下 比如說你想要點兩下幹嘛呢 比如說你點兩下是可以截圖 好不好 就按勾截圖 好了以後對不對 我現在我回來 有一個希望你來把它開啟 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在下面有個叫語音捷徑的部分 一樣在輔助使用裡面 點下去 我現在關閉 你可以把它開啟 開啟以後呢 你可以加入動作 你會透過語音 他會語音去學習 像我語音學習呢 像我我現在設定好一個相機 然後有個拍照 我只要跟他講我要拍照 他就會自動幫你開啟了 好在這邊呢 你可以加入動作 然後這邊就設定語音 有沒有 讓iPhone學習你的聲音 好這邊點下去 這邊有非常多的 有沒有看到 有超多的 比如說哪一個是你自己覺得 你會常用的 你就可以用語音來控制他 選擇好 然後你就去練習 他會去學習你的聲音 然後兩三次以後 這時候你以後用語音 就可以去聲控你的iPhone 我剛剛是已經選擇的背後清點兩下 你看我現在清點兩下 你看他就直接截圖了 很方便 因為這是以前的啦 但我好像順便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導演 這樣夠不夠多 夠多 夠多對不對 好啦 有什麼新的小技巧呢 我還是會第一時間來分享給大家 大家還是想要我教什麼小技巧 在下面留言 下次見 拜拜 我真的需要進去 將嗎 有연意 那就好 十分 bye killer 過 few 你 到45